第八章 批评肃反的大鸣大放 对于1955至1956年的肃反运动 在人民中造成的怨愤 毛泽东多少有些了解 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中 为了鼓动人民鸣放 也为应付与会的党外人士 他说打算全面检查一下肃反问题 陆定一在5月6日 中央机关整风运动动员大会上 也认为肃反问题在鸣放之列 几十年的斗争 在我们的头脑中搞成一个条件反射 举例来说 动不动就是打倒杀头 肃反 三反 都是这一套办法 不是实事求是 而是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 人命关天 中宣部长又带了头 所以 民放一旦被鼓动起来 首先就是 正反 三反 五反 和肃反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民放座谈会上 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黄少红发言说 我去各地视察时 亲眼见到的是 正反 肃反运动中 处决冤枉 惨不忍睹 但死者已已 不能复生 该他命短 不去谈他 然为处决还在压者 尚有512件冤案 其中 举出几件冤案的情况为代表 和党的方面 谈一谈 他举的例子 由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谢真 被指为反革命关押 不审不问 每天换一次牢房 致使其疯癫 广州83岁国民党劳党员董福开 以反革命罪逮捕 长子被指包庇父亲判刑三年 四子亦被判刑 后经董福开哭号呼冤 查明董并无反革命行为 但仍然在压 不予释放 上海原沪江大学校长 因早年代表国民政府 赴德国签署贸易协定 被指为反革命 关押六年 不审不判 举了这些例子后 皇室总结道 我认为这样的肃反 竟是冤狱 文明国家 有冤狱的赔偿规定 社会主义国家冤狱 就冤死了结 要人民如何信仰 国家社会如何安定 司法 尤其公安机关的粗糙与任意 是不有利国家社会前途的 由于肃反对象 主要是知识分子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 曾在四月间的 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说 肃反伤了知识分子的元气 至今未复 据作家吴祖光 在文化界整风座谈会上发言道 肃反这种斗争形式 即使在专制时代 也是罪恶的 建议文联出一个小册子 把文艺界内受冤枉者的名单 通知大家 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 欧美研究室主任颜文杰说 亲身经历过三反 五反 肃反这些运动的人 想起来就感到心筋肉缩 毛骨悚然 真是人人自危 社会大恐怖 不管什么人 只要领导手指一下 就可以斗的 斗的场面 比坐牢难受多了 我觉得 反会把一些 本不一定反革命的人 逼着去反革命 不管成绩怎样 这种运动 不能再搞了 要求政府规定 除非检察院同意 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 一般机关 团体 不得开斗争会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罗一群说 别的省份我不知道 就广东省来说 肃反政策 农业政策 搞得太糟 七年以来的正反 肃反 冤杀了许多好人 明蒙湖南省负责人杜麦芝说 肃反是全国性的错误 专政 专到人民头上来了 天津市天主教人士聂国平认为 中共把信仰问题 当作政治问题 过去的运动 伤害了许多虔诚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 过去判十年 二十年徒刑的 今天都应该宣判无罪了 基督教刊物 回家半月刊 主编刘零九认为 肃反运动 伤害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 他要求为基督教界 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民革青岛市主任委员徐一冠说 解放第一天 共产党就提倡知无不言 言无不敬 言者无罪 文者足戒 肃反 使大家有之不敢言 一言难尽 言者矮整 文者记账之感 声明一下 肃反时 我没有被整 被斗 也没有沾着边 原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司法局副局长 罗邦彦说 肃反运动中 被整的都是知识分子 而且都整错了 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杨实展 在致毛泽东的蜿蜒书中说 在这些运动中 知识分子 因不胜精神摧折 不胜斗争之辱 不胜我们的董超削霸式的帮 跳楼 腹水 养药 文景 头还 切腹而死的 着发难说 复旦大学教授王造实 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说 过去 公安局逮捕人是 不经过法定程序的 也不经过检察院批准 去年的肃反中 各校都有教授被捕 被捕时 宣布为反革命分子 有的后来又释放 但不交代为什么补和为什么放的原因 令人猜疑不定 该校杨兆龙教授表示 不赞成中共 将法律定义为阶级镇压的工具 中国今天镇压对象 只有百分之几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 要不要法律 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 尤其是肃反运动 对于三反运动 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 长春市检察院副院长刘汉仁 认为是以官僚主义 来反贪污浪费 只反了贪污 浪费 没有反官僚主义 另一位学员 宁波市委书记刘德坤 也批评 三反运动是大规模的逼供性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受成千番 怨气更大 总说三反 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 伟大的 伟大个屁 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 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 我在 思想改造 实险 的检讨 是苦打成招 我不承认 要重新写过 5月21日 上海人民电台举办座谈会 正在那里采访的 中国青年报编委刘兵燕 应邀出席 说 三反以来 人权受践踏 人的尊严受侮辱 肃反中错误更大 把人的尊严 看成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全国问题 历史性问题 也是个小小的悲剧 山东宫学院的名盟 九三学社成员 召集了六次座谈会 请肃反时被斗的人诉苦 他们抨击肃反乱点鸳鸯谱 学院领导肃反的人无礼 无知 无情 无能 个别的无耻 东北工学院两千名教工 在诉反中受审查 被批斗的多达数百名 在沈阳市委书记 娇若于参加的 机械系民放会上 一位教师控诉诉反时 对他的打骂 我没有问题可交代 可审查人员硬是认为 我不老实 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 另一位教师说 请问娇书记 东宫的诉反 究竟成绩是主要的 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该校诉反时 有一位受审查的教师 跳楼自杀 但学校党委 没有给死者一个结论 民放者要求党委明白宣布 这位教师是畏罪自杀 还是被迫害而死 正反对象 主要是前朝人员 诉反则以知识分子为对象 大专院校是诉反运动的重点 各校的民放重点 意在诉反 诉反运动 我院领导上 假定就知识分子 都有反革命嫌疑 普遍搜查 翻箱倒家 实际就有九家搜 东北财经学院教授赵宏柱 正反和诉反 都是企图用暴力 维护革命果实 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 以德立国 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 是背道而驰的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 黄振旅 把发牢骚的 就认为是反党 反党就是反革命 这是一种杀人逻辑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特别是诉反运动的时候 使用极端粗暴的办法 对待他们 把斗争 禁闭等办法 施助于他们 打击和斗争面太广 弄得人人自危 草木皆兵 真把他们搞得太苦了 太伤心了 名盟湖北省主任委员 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明 片面强调斗争与改造 使许多科学家心绪不安 算算账 解放后死了多少科学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 诉反运动有什么成绩 文艺界又诉出了什么特务 许多人都说 诉反成绩是主要的 在群众运动中 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理论非常可怕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峰 诉反是历次运动最坏的一次 从头错到尾 没有一点对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向志玲 党员搞诉反 唯恐搞不到大的 党员 搞运动的人 是想搞出个大的来表公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戏剧文学系主任孙嘉秀 对诉反重新估价的问题 关系到将来的历史 如何写法 应该说 诉反错误所造成的罪恶 是严重的 因为斗了多少人 多少人被当作反革命斗了 结果都不是反革命 拿人命做试验 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呢 造成的罪恶 是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 而旁工赋终有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 可是现在 却变成了不敢言不敢怒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启贤 有人说 诉反斗争走的是群众路线 群众是谁呢 我把它大致分成四种 打手 走上风的 走下风的 被斗的 如果硬要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 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 大连工学院讲师彭生汉 诉反 损害了中国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 使大家六亲不认 共产党有无遵守宪法的诚意 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副教授艾伟生 上海市民盟负责人陈兴贵也认为诉反造成六亲不认 党内外都是如此 甚至夫妇之间 他将古诗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改成四顾无知己 比林若天涯 说知识分子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 其实 连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也这样看 民放期间 他曾私下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玲说 由于诉反的原因 这些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太淡薄了 见面都是天气好 朋友互相之间没有一句多话 这样做都没有什么意思了 现在到处都是官僚主义 没有办法到我们这里当记者 一点意思也没有 这里的一些记者都很苦闷 哪里像你想象的那么自由 采访并不是按你们的兴趣选择的 而是为了完成任务 再多说一句也不行 因为毛泽东只是各地将反革命一般的控制在5%左右 5%变成了诉反时必须完成的任务 而各地干部又竞相以超额完成为荣 结果制造了无数冤案 许多人就此明放 诉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域 中央决定诉反对象有5% 这是太主观了 这样就产生了超额完全任务的现象 许多人被迫自杀 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之名诉反是极反宪法之大成 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魏荒奴 哪个单位打不出老虎 就要摘乌纱帽 诉反都要凑5%的数字 这就得从瘸子里面选将军 这些都是与中央的政策有关系 山东省文联艺术部部长 画家任千桥 诉反是斯大林做法的残余 我们学校有3000人 说5%就有150人 哪里来这么多反革命 人说毛主席是有根据的 我不信 云南大学教务长王世奎 在高等教育座谈会上 北京师范大学固执中教授说 镇压 诉反 思想改造 几次暴风雨 完全破坏了宪法 以第一次诉反为例 共产党不从细密调查工作出发 而是事先拟定必须打击的一张数字单 规定北京需要逮捕反革命分子5000名 上海7000名 武汉5000名 广州6000名 其他省也相等如此上下数字 结果 就是无数的人民受了害 对并非畏罪 而是畏斗 畏迫自杀者 必须清查 予以名誉的恢复 并需照顾其家属 由于毛泽东说过 要检查诉反的偏差 罗龙基在5月22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 建议全国人大和政协组织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三反 五反 诉反运动的偏差 他还将公开声明 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他还主张主持平反的机构 要同原来领导三反 五反 诉反的机构分开 除共产党以外 也应该让各民主党派 和五党派人士参加 民盟湖南省负责人杜麦芝 也主张成立诉反善后委员会 专事平反工作 罗一群在广东民主人士座谈会上 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由于在三反 五反 诉反中 采取所谓大胆怀疑 残酷斗争的方针 有些被斗的人受不了当时的痛苦 虽非事实 也只得被迫承认 因此造成不少冤枉案 毛主席既然说有反必诉 有错必究 因此 建议组织平反机构 来处理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启贤也说 我同意罗隆基的意见 在我校立即成立检查小组 清查在历次运动中所受害者 为他们恢复名誉 胡锋案 也是民放中的一大话题 当时 中共让民主党派人士 集中在社会主义学院 开会帮助党整风 民革中央委员周颖说 胡锋有可批评之处 但绝不是反革命 他以作家洛宾基被冤为例 说明肃反扩大化了 但他未将肃反的问题 全算在中共身上 他说 在肃反运动中 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 不提意见 民革的成员被斗争 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 因此 民革也有一份责任 也应该改变作风 固执中也有类似意见 共产党把国家事情 搞得这样糟糕 民主党派也要负责任 因为民主党派 过去都是捧共产党 为胡锋名冤者相当多 反胡锋运动是新闻自愈 诉反 是在唯心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北京市司法局郭可洪 胡锋主张 文艺要有自发性 不要轻定式 轻定式的文艺 是对文艺借头上插上一刀子 文艺要丧命 这个主张是正确的 外文出版社编辑冯一代 胡锋有才华 为什么不把胡锋放出来 让他开开花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是 副主任许军远 我想 共产党好比是和尚 胡锋好比是居士 都信佛 居士虽不出家 本领不一定比和尚差 复旦大学教授王横守 当今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 比清朝的文字域还要凶 还要厉害 河南省文联创作部负责人鸾新 在 承治反革命条例中也找不到 胡锋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反革命 北大法律系助教潘世明 证明胡锋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 都是非常苍白无力 荒谬地 说他们秘密通信 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 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 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 难怪有人说 共产党六亲不认了 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 就是反革命呢 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 这就是宗派主义 胡锋的意见书 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主席的话 又不是荆轲玉律 为什么不能反对呢 两年还不公布胡锋案件的下文 我看共产党很为难 没法下台 知道错了 又不肯认错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林希玲 请问毛泽东同志 和 齐芳 林默涵 等 不也有小集团小宗派吗 为什么只让他们放炮 不让胡锋开口呢 陆林何罪 最高法院必须立即向全国人民 公布胡锋事件的下文 让胡锋 陆林等出来名 繁荣我们的文艺 北大中文系学生 崔德甫大字报 逮捕胡锋 没有按法律手续 逮捕后 也没有按法定时间审讯 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华侨广 播部主任赵捷 如果胡锋是反革命 为什么至今还不审判 还不敢见人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师 人民日报是新闻机关 不是法院 不能随便宣布人的罪名 北大历史系学生张磊大字报 对外贸易部法律室 顾问董事联明放说 因揭发胡锋 被中共宽大 不予逮捕的胡锋集团骨干 书吾 卖有求荣 而因为胡辩护而获罪的旅营 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 他的批评矛头 直斥刊登胡锋 罪行材料的人民日报 胡锋不是反革命 人民日报犯了诽谤罪 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 发表了 为胡锋鸣不平的演讲 说胡锋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 理由不能成立 如果成立 郭沫若1937年 做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 及大部分起义人员 将同理此罪 胡锋集团 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 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 新岳派 与司派 互相攻击 极尽诋毁 乌骂能士 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词汇其恶意 不在胡锋之下 鲁迅与梁石秋 论战所用语词 亦尖锐之极 可见文人相亲 历史截然 不能对胡锋有所偏颇 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 无一条对胡锋集团适用 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 刑法 包括苏联在内 均未载有 以文艺形式 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 足以构成的叛国罪 或危害国家安全罪 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刘七弟本人 在肃反中曾被关押 与胡锋在同一所监狱待过 他张贴大字报指出 当局以胡锋与有人的通信 作为定罪根据是 断章取义 牵抢附会 毫无法律根据 他把闲人聊天 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 搬进了法庭 因封闻胡锋已死 他在大字报旁边 张贴了一副对联 铁窗敬贤梁 天昏地也案 忠臣血洒的 鬼神俱哭泣 其实 对于肃反 毛泽东早在三月间 就已定了调子 要肯定 过去肃反 根本上是正确的 如果不肃反 那可不得了 我们中国不会出 匈牙利那样的事情 其中有一条 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而匈牙利没有肃清 反右开始后 他右下只是说 在过去三反肃反中 被整的人 属于在这次运动中 闹得最凶的 所以 凡对以往运动 名了几句不平的人 都是右派 文物专家 王世湘 就属于三反中 被整的人 日本投降后 他曾代表国民政府 赴日本交涉 追还被日捷夺的 善本书 从德国人手中 追回殷商 战国时代的青铜器 从末代皇帝 溥仪的天津居处 接收被溥仪私自 带出故宫的大量文物 三反时 他被巫围大盗宝贩 关进了看守所 尽管审查结果是 王世湘无罪 而有功于国家 故宫博物院 还是将他开除 踢出了文物件 明放时 他表示不满 认为对他处理不合理 结果成为右派 华南工学院化工系学生 朱敬青的父亲 原是资本家 在无反中 被指为步法奸商 因熬不住日夜的疲劳斗争 而跳楼自杀 明放期间 他张贴大字报 批评党在无反中 追查偷税漏税 不是以账目数字为根据 而是一口咬定不止此数 用恶犯 疲劳审讯等方式追破 他说 这和封建时代的言行逼供 有什么区别 我父亲就是在这种压迫下死去的 大字报一出 保卫颗粒即用相机拍下照片备用 反右一开始 即将朱敬青打成右派 开除 送劳改农场 劳动教养 去了 新华社外文编辑刘祖卫 则是肃反中被整的人 四十年代 他在纽约联合国工作 一九五零年 辗转回到祖国 肃反时 他被怀疑是派遣特务而审查 抄家 明放时 他并没闹 仅在明方会上说了一句 肃反工作以后要慎重 就这一句话 他便成为右派 成了劳改农场的劳动教养犯 肃反时 曾被拘留关押的 河北文艺 编辑柳希 也是一个 外文出版社 副社长兼总编辑刘尊祺 也是肃反中被整的人 他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 抗战初 与胡玉芝 范长江等创办国际新闻社 刘任社长 一九四一年 被党派至新加坡 任南洋商报 编辑主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金缅甸回国 受聘为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 肃反时 他曾被停止审查 但明放中并没有闹 只是在会上泛泛地说 在肃反运动结束以前的几年中间 被怀疑的干部名单 不是逐年缩小 而是逐年扩大 对非党干部猜疑 打击过重 团结帮助过少 结果 也成为黑龙江北大荒农场的劳动教养分子 一九六零年 回到外文出版社 四年 又被下放到湖南农肯局 一九六八年 被押回北京 一九六九年 退回湖南 继续关押在湖南省第一监狱 直到一九七五年 才由湖南公安厅宣布无罪释放 这已经是诉反之后 二十年的事了 上海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副校长范全 诉反时被诬指为国民党暗探 隔离审查了两年 才说他没问题 明放时 他表示不满 认为不应该对他先隔离 后调查 于是被打成右派 流放青海 在一个名叫鲁沙尔的山沟里劳动改造 二十一年后 方德平反回家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捕后 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王瑶珊 拒绝指称潘市内奸特务 于是被降职降级到淮海中学 他本人并不曾闹 但他的夫人 上海市副联主任赵仙 却为他向中央写申诉 信转到市委书记柯庆师手里 赵仙即被打成右派 送到长兴岛农场去了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员 诗人天兰在反胡锋运动中 曾受批判 原因是他在延安时 给胡锋办的杂志投过稿 他在明放时 对此提了点意见 却因此成了右派 北大东方语言系一位讲师 因与胡锋通过一次信 肃反期间 曾在全校大会上被逮捕 明放时 他不免埋怨了几句 结果当然成了右派分子 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启霞 与胡锋是中学同学 又一起赴日本留学 1955年6月 曾被当作胡锋分子拘捕 1956年春获释时 公安部对他说 师院会向你道歉 会给你做政治结论 会热情欢迎你 但回校后 党委不仅不向他道歉 还禁止他在登讲台 明放时 他表示了强烈不满 经省委书记兼省长邵士平的过问 他才拿到朱启霞不是胡锋分子的结论 但高兴了没多久 校党委就给了他一顶资产阶级极右分子的帽子 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尚丁 被当作胡锋分子坐牢一年多后 当局承认 错补 平反复职 如今成了上海出版界的头号右派 胡锋分子张忠晓的弟弟 明放时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座谈会上 说了一句胡锋等人并没有触犯刑律 不能定为反革命 集成替胡锋分子名不平的右派 发送新疆 劳役20年 司法部部长史良的秘书孙文权 在明放时说 我明明没有问题 偏偏在诉反中把我列为重点 审查结果证明我是清白的 但审查我时是在机关大会上宣布的 为什么审查结束不在大会上宣布呢 这不公平 我的诉反调查结果也应在大会中宣布 这么几句话 构成了定他为极右分子的依据 1958年8月 他被逮捕 从北京半步桥监狱 转至河北茶店清河劳改农场 从那时起到1961年1月死在农场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 同在司法部工作 也被打成右派的妻子赵霞青一面 诉反时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兰 曾挨整 后学校宣布予以纠正 但反右一来 又把他打成了右派 该校物理系叫授数新北诉反中 曾被停止审查 1956年青岛市诉反领导小组 对其做结论说 尚未发现其反革命政治身份 硬摘掉反革命的帽子 学校党委也给他写信 说 政治嫌疑应于取消 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应于摘除 民放时 他并不曾闹 他只发言说 诉反时 毛主席说了一句反革命分子 可能只有百分之几 一句估计猜夺的话 但是后来竟成为诉反的指标 我们看 靠人质是多危险 这就引火上身了 他不仅被定为极右分子 反革命的帽子 重新落到了他的头上 他被开除 管制劳动三年 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 继续管制 直到1965年 才撤销管制 同济大学有个学生 诉反时被斗争 停学一年 民放时 他张贴大字报 要求学校公布 被斗 被捕 劳改 及自杀者的名单 学校据此定他为右派 他的同学严公正认为 党已经亏待过人家一次 不该再度粗暴对待人家 结果 严公正也成了右派 被送黑龙江 劳改去了 诉反期间 一辆球车 开进复旦大学 靠走了中文系学生 施昌东 一年后 施被释放 说是抓错了 民放时 他在会上说 我是把党认做父亲的 即使对我有错怪 打了我一顿 也都改不了我的痴心 我相信 父亲会汲取教训的 可是党认为 要党汲取教训 就是反党 他成了右派 北京大学历史系 青年助教王成照 在诉反时 挨斗自杀 民放时 该系几名学生 将大字报贴到 系党总支部书记办公室门口 谴责其草菅人命 反右一来 系党总支 将这几个学生 全都打成了右派 其实 1955年 诉反是无端被诉的人 此时大多数不须民放 就自动成了右派 东北师范大学 诉反中 被关押 和被勒令停职交代问题的 共有200多名师生 当时炸不出油水 不久全都放了 到1957年抓右派 这批人全都落了网 江苏师范学院 美术系学生高尔泰 也是这样落网的 反呼风时 我们班被审查的五个人 此时全部被打成右派 两个人被开除公职 送到农场劳动教养 其中一个就是我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学生傅小时 曾被许多人包括院长江峰认为 是个天才 其富士名画家兼学者傅报时 抗战出蒋介石发表的 《告全国国民书》 《地无分南北东西》 人无分男女老幼 一致团结起来抗战 即出自富士之手 抗战时与胡锋一家是邻居 1955年公布 关于胡锋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时 傅小时公开表示 胡锋不会是反革命 当时他就被批判 受了处分 为此他对朋友诉说过冤枉 反右后被揭发 他被扣上右派帽子 送河北双桥劳改农场 四年后 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父亲 给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 华军武写信求助 他才被放回 在江苏省国画院当情杂工 有的民放者 本人并不是肃反的受害者 有的甚至是肃反中的积极分子 他们只是替别人申诉 名不平 例如 上海同济大学卫生工程系 青年教师汪长峰 是该校青年团委组织部长 上海市人民代表 肃反时 曾搜查过学生的日记到信件 使部分被斗者精神失常 有的甚至自杀身死 现在 他在全校进千人的教师大会上说 作为一个干部 作为一个积极分子 我曾经昧着良心斗争 和迫害过不少无辜的青年 搜查过他们的日记和信件 使部分被斗者精神失常 情绪消极 甚至因此而自杀 如今我觉悟了 我愿意向被斗的人道歉 向死去的唱舞 我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 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肃反问题 现在党委采取个别道歉 我是不同意的 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 不单是方式方法的错误 对于中共不依法行事 人们不满已久 固执中教授的意见十分尖锐 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 有的被彻底破坏了 有的有名无实 第89条规定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 不受逮捕 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 这一条文权被破坏了 第87条规定的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的自由 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 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 许多人民团体 几乎都是官方包办 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 宪法没说不行 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地做 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 通过后也就算了 现在从刘委员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 刘少奇赢者 到一般公民 谁也不替保护宪法了 这样下去 把宪法当成了手指 乱关人 乱捕人 拆私人信等等 都可以为所欲为 将来何堪设想 过去八年中 公安 司法部门 执行党的指示 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捕人 杀人 冤枉了许多无辜 其实 他们中间不少人 心里也有气 他们的意见几乎都围绕法制而发 最高人民法院行事审判庭 庭长贾前认为 政治是政治 法律是法律 我们是司法 不是司政策 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 是通过制度法律来实现的 审判员服从了法律 就等于 服从了党的领导 因此 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 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 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 就是违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说 市委不懂法律 还阻碍法制建设 现在审判独立不起来 主要原因是党委干涉 北京中级法院院长贺战军说 市委领导不是学法的 又没搞过司法工作 案子送给他们 指市委书记 批 我看形势也不一样 犯人有走运的 也有倒霉的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罗邦彦说 法院有事不顾法律规定 而单凭市委的指示办案是违法的 破坏了法院进行审判的独立地位 这几位领导干部带了头 北京司法界的民放十分尖锐 党法不分 党委审批案件是造成错案的原因 党委过问具体案件就是违法 很多司法干部不能胜任 很多根本不懂法律 真是祸国殃民 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 主要法律没有公布 造成审判人员无法可依 所有刑事案件都没有法律 以政策代替法律 现在只有人治 没有法治 在这个社会里 无法可依 有法也不依 谁有权 谁的决定算数 审判员凭空气办事 中央说宽就宽了 说言就言的要命 平风办事 我们遇到运动 就要找点行 群众一反应 就要判罪 群众运动破坏了法治 公安部的一位干部 也参加了民放 他批评当局说 无反野素 有错不咎 言者有罪 文者不戒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于中落 也批评司法工作无法可依 有法不依 审判人员判案 可以随心所欲 现在的政府 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 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在不久即展开的反右运动中 上述对无法可依 有法不依的人质现象 表示了不同程度不满的司法人员 无一例外的 成了右派分子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 右派分子 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还提出了所谓 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 企图把司法系统 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 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孝春英 批评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被指污蔑1955年的肃反运动 成了右派 广西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平成右派 罪在恶毒的攻击 肃反成绩 替地主 妇农 坏分子 和反革命分子申冤 硬说所谓冤案 错案 占50%以上 其实 谁都知道他们说的是实话 肃反中的错案 远不止徐江平说的50% 连中共中央委员 公安部部长罗瑞青 都这样说过 我们 肃反 得缺点错误是很多的 我们绝不隐晦 逗了 补了 搜了一些好人 有些好人自杀了 有人说 正反 肃反 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 这种说法 是有一些根据的 有冤枉 有冤枉 可以平反 我想黄绍红等人 所列举不人道的事例 事实上 是远远不能代表 我们现在真实存在着的 严重事实的 我们有少数劳改队的一些干部 对待犯人 比奴隶主对奴隶还要残忍 不仅是违法 简直是惨无人道 我们的劳改队 监狱 有的不给水喝 不让睡觉 有的劳改队 使犯人每天劳动到20小时 死后解剖 肠子和纸一样薄 这简直是惨无人道 而且是犯法的 那些不过讲了一些事实 明了一些不平的人 那些抨击中共将宪法当手指的人 无论如何 料不到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右派 成为罗端青所批评的那些劳改队 监狱的奴隶 当然 这是毛泽东发起反右斗争之后的事 我们还是继续述说 1957年春 中国人的名放吧